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些小白的精神非常值得尊重 所以今天晚上是周六已经十点钟了 在加州 但是我还是给大家做了第二期的股市小白 这个是关于下单的一个节目 我觉得这些股市小白非常值得尊重 虽然没有做过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免费还是收费 我都一视对待 有些朋友说老王你整天就拉会员 那没关系 我多做一些免费的视频 就像刚刚我做的这个拇指线 非常容易明白的一个K线的形态 但是大家完全可以通过这个K线形态 来判断这个出场点和进场点 那么我觉得只要有学 老王就愿意交 那你也不要在乎说老王是收费还是免费 那么很多说老王你为什么还要收费呢 因为我每天给我们有些会员 正因为收费是质量的保证 第二老王五点钟就给大家开直播 每天早上说真的 当我打开这个Zone给大家开会的时候 我看到收收收的学员进来的时候呢 我就要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感动 而且呢心里呢特别的爽 一打开 噼里啪啦的就是很多会员啊 学员啊都进来啊 那我就很开心啊 你知道吗 比自己赚几百万都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得到了肯定 我觉得八点钟纽约时间 西部时间五点钟 我们做很多节目 那么今天的我们做一期就是 哪里可以做到盘前交易 因为我们有很多加拿大的朋友 他们到现在为止呢 有很多呢还不能做盘前交易 但是我相信中国的一家 WeBoo这个手机APP 和Robinhood竞争的公司呢 他们已经做到了四点钟 就是纽约时间四点钟 当然纽约的大部分朋友 四点钟都没爬起来 但是国内的朋友呢 无论你是在下午的四点钟 台北香港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呢 在盘前呢有很多新闻 所以呢我觉得呢 收费是一个保证质量 保证质量 咱们做了两个星期的免费直播以后呢 投资朋友的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我都想继续下去 所以今天呢我做一期节目 如果大家呢加我个人的微信 窝人王2016呢 我就送你呢 一天的体验连接 欢迎你加我 窝人王2016 就是一天 好吧 我觉得这个老师的 如果大家都是那么 觉得老师有帮助 我觉得这点钱呢 真的不算钱 很多朋友都说一天赚几千块钱 几万块钱 学费早就赚出来 好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一个特别的交易商 叫TD Amateur 因为我最近呢 去了他们的页面 他们呢 现在已经做到了24小时 有很多单子呢 叫Extend Hour 诶这个页面变了 doesn't matter 我会原来是说24小时的一个盘前盘后交易 好像在这个页面上 现在有点变 不过anyway呢 我就是告诉大家 早上呢 交易的时间 那么哪里去 怎么去下单 那么我用的是叫Sink or Swing 大家看 就是你可以去 如果你开了户以后 如果你有股指期货啊 什么的 你就会转到 它会转到你Sink or Swing 那么我们如果点击进入了以后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界面 好 那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股票 CAN 什么叫限价单 什么叫市场单 怎么设止损 我今天用Sink or Swing 或者TD 或者Charge Schwab 因为Charge Schwab 加薪理财和TD MT 宣布了合并 那么我来给大家用这个TD 或者Sink or Swing 这个案例 来给大家说 就是说大家在语言上呢 一定要指定 是中文的 那么你看了就比较的简单 我们以CAN这个案例来说一下 那么在左边呢 就是一个账户的总结 有正式交易 有Paper Money 那么你可以就说我买入 对吧 CAN 那么什么是限价 什么是市场单 大家可以看到右手间呢 就是有一个限价 如果你是刚刚学的朋友呢 你可以就是用我的方法 如果你的英文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讲是都是大家都说中文的 我不说英文啊什么的 我们这样的话 你就是所有的页面都是汉文的 那就比较好 那么你打开这个限价 你可以看到四价止损 止损限价 那你就非常容易了 对吗 然后呢 你可以告诉我 比如说CAN这个票 我要买100股 对不对 现在是27 如果我是不管什么价 我就用四价买 说明呢 你就是一个这个任何的价格 你在交易的时候 你可能是50块钱 51块钱 whatever 他给你什么价 你就要吃下来 但是限价呢 他的意思呢 就是什么意思 我只要这个价钱 假设说我们现在 CAN交易在27块钱 那么王老师说27块限价 对吧 那么你就可以挂进去 除非27块到 否则这个成交量不会 那不会到 那我在我的提示当中呢 经常会说27块限价 或者27块市场价 对吧 所以大家只要按一个查核订单 他会就告诉你 他的成本 对吧 他的成本是2700块钱 加零 零是什么 零是限价 然后呢 他会说购买力 你会花1890 然后你要发送 对吧 那么他右边就出来了 该账户以为提交 那么如果说你要把它取消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上代执行订单 这个就是还没有成交 那你说 我这个单子挂了以后 我想取消 OK 那你就按取消所选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现在仓位呢 我持有200股的CAN 然后呢 上代执行单呢 已经没有 所有 所有的单子 我就持有200股 CAN OK 下面第二步呢 第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讲了市价 这个没有画讲 对吧 大家都知道市场单 就是当你挂市场单的时候 什么时候用市场单 就是非常急的时候 这个股票在冲 那么我就直接进去 我们叫扫单 对吧 那么这个单子呢 是什么价格 就是什么价格 你没有选择 你没有argue 万一这个股票到30了 股价你看到27 一下子就到30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认清了 那么 什么时候要用市场单 就是非常急的时候 非常你非常想买 你已经无法忍耐 好 那么什么时候用限价 刚才我演示了一遍限价 很多朋友呢 可以再回去看 整个的一个步骤 限价就是说 当你觉得这个价格 很多说王老师 你可以在27块买进 这个是支撑位 我就是27块 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是挂27块01 有时候多一分 少一分 这种情况都会出现 这是纯粹的股市小白 入门 我叫股市小白 完全是不懂的 那你懂的话就不用看 然后还有呢 什么叫止损 怎么设止损 比如说我有CAN 我要设止损 对吧 比如说我有200股CAN的票 然后呢 我要设止损 那止损分两类 一个叫止损市场价 还有一个叫止损限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是止损价 OK 那你要知道哦 这个有四个选项 我们今天只提TDMTRAIN 下面我们要做E-TRAIN 下面要做Robinhood 那这是我用的三个 比较多的交易商 如果大家还想其他的话 我真的无能为力 因为时间的限制 希望大家和我们客服联系 我们会个别进行辅导 因为我个人没用过这个Web 非常抱歉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单子 如果你想挂当天也有GTC 也有extend hour 比如说你说这个CAN 我想保证在我 哪怕在盘前盘后 我都可以交易 那么你就要选 然后27止损 这个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如果说我们现在选 延长时段 27 我们来查核订单 这个还不行 一定要是GTC 当天或者说GTC可以止损 你买进的时候呢 你买进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买进的时候是买入 然后你止损的时候是卖出 对不对 所以你要选卖出 这个中文大家都明白 翻译没问题 然后我们按发送 在你的右肩会有单子 那么我们看到 刚刚我们 这个Sink of Swing的界面 就非常清楚 就是上代执行的单子 那么就是27块钱 27块钱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CAN打到 跌到27的时候 这时候 你的单子止损 可能是止损在26块半 或者止损在25块钱 很多说那老王 我不吃亏了吗 这个适合什么情况 就是你非常想止损的时候 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公司业绩 他不能保证你在27块会成交 会可能成交在26 会成交在26 5块5 那有些朋友说 老王 王老师 那可不是完蛋了吗 对吧 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 当这个股价突然跳空 下来的时候 比如说报业绩的时候 他不是交易在26 他可能交易在27 他可能交易在26块 半26块 这个时候你非常想出去 因为你觉得不出去就要 这个天都要塌下来这种感觉的时候 你就要有止损 就是无论什么价格 给我出去 Let me get out of here OK 这个股市就是这样 你不要因为说 股市好像是跌下来一定会给你成交 不会 有的时候不一定会成交 OK 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这个价格 好 我们把这张单子取消了 然后呢 我们如果说一定要出去 一定要这个价格 你就可以用止损限价 然后GTC right 这个意思就是说 股价一定是27块钱 那很多朋友说 老王 那万一跳空在26块5怎么办 那你就不会成交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公司报业绩 业绩不好 趴差 开到25 你设了止损限价27 会不会成交 我想听一下各位 不会成交 对了 好吧 今天呢 我们的课呢 就讲了 什么是市场单 就是 你非常想要这个 限价单 就像 就像男女朋友一样 我非常想要这个男孩子 非常想要女孩子 那你冲上去啊 这就是市场单 限价单 就是 这个价格不到 我不进 我以前的这个 公司的老板啊 就跟我讲 他说 Limit for the woman Market for the man 这是华尔街的一个笑话 就是 市场单是男人用的 限价单是女人用的 因为女人比较胆小 当然这个的话呢 可能有性别歧视 whatever 我们就不讨论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那么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区别 限价就是 非要到我的价 然后第三呢 我们讲了止损 止损呢 就是 你可以有止损的限价 和止损的市场 那么 TDMTree这个平台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 老王 你觉得你这个 Sinkle Swing 很好啊 TDMTree很好啊 Sinkle Swing 和TDMTree是一家公司 OK 所以呢 你Sinkle Swing 专长于做期权啊 是比较适合于一些交易trader 所以我们用Sinkle Swing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 你可以完全用这个 TDMTree 进去是一个web的页面 对吧 然后呢 非常简单 问你一个 简单的一个问题 你就进入了这个页面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Tree 按Tree 你可以买Stack 或者ETF 好 这两个页面呢 有一点不同 一个是 就是像一个 非常专业的一个平台 好吧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 讲小股市小白 讲了一些 什么是限价 什么是市场 什么是止损限价 和止损市场 那么我们都知道 那很多说 老王你五点钟起来 给我们这些学员 或者我有兴趣 有啥特别的东西 那么其实盘前呢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有一个 这个是叫Black Box 我们经常用的 我每天早上呢 给大家分析一些 哪些股票 跳空 它的基本面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Premarket Scan 就是告诉你七点钟 其实老王八点钟 已经比较晚了 不过老王的精力有限 所以我们看到呢 盘前有很多的 这些票呢 都在跳 那我们可以做分析 我们可以做交易 但是我做交易呢 拜托 请大家一定准备好 这个盘前的 这个可以交易的 这个平台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就在盘前挂单 然后呢 TDMTree 最近还做了一个广告 我昨天还看到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没有了 就是关于他们准备 24小时 5天呢 都可以交易 24小时交易的 都是可能是一些ETF 所以股指期货呢 大家也可以像我们一样 交易股指期货 24小时 你可以交易QQQ SQQQ TQQQ 很多ETF 那么个股呢 就是7点钟 4点钟就开始 TD呢 是保证7点 因为如果你用 它的这个平台 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 这个 卖出 对吧 它有这个 当天延长时段 13个小时 所以呢 它也是7点到7点 具体好像是这样 我经常是用 ETTRACE 知道是7点 所以我们通过 这个Blackbox的选择呢 我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盘前盘后交易 加拿大的朋友呢 可以找Quiz Capital 或者找Interactive Broker Interactive Broker 其实好像总部就在多人多 好吧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今天专门给一个小白呢 做一个视频 如果大家非常喜欢听老王的话 加老王的微信呢 今天我会送大家一天的邀请嘛 我的微信号呢 是无人王2016 好 感谢各位 拜拜